新的一年大家都很关心国运如何 各地的庙宇抽出阳年国运签 云林北港朝天宫抽出了代表中夏签 而在新罗福星宫则是抽出了中上签 民俗专家就说国运平平应该会痞疾泰来 即时一道宫庙人员各就各位 焚香祈祷皆神 宋金仙祈求妈祖保佑平安 接着开始抽出今年的国运签 经过几次宣认北港朝天宫抽出了 第36首的妈祖签 内闻君耳何须探苦难 起保分明得资安 专家解释运势为中下 而西罗的福星宫则是抽出第四首 后两句凡事不需多忧虑 福禄自有亲家门则是中上 有着脾气太太的含义 我们说脾气太太 当然你一定脾气得好 他这里就犯署了 不用什么最烦恼 然后落足以为来 不用说他在地球在地牌 他主人越来越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今年 可以越来越好 另外在嘉义的凤天宫 同样抽出代表兄上签 预测今年整体国运算是平稳 会持续往上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忘记过去 好好把握接下来新的一年 记者综合报导 这是个握接下来新的一年